嗨,大家好,我是Jan 今天要給大家看我在台灣平常過的一天 我現在要去吃我國中高中同學開的早餐店 其實我一直都不記得他家早餐店到底叫什麼名字 啊,就是這一家,照給大家看 就是這個啦,初中卯食 你怎麼知道我要開大海了? 很久不見,多久沒見 很久了吧,上次同學會到日本 他們家狗狗長這麼大 他叫什麼名字? 寶哥 你怎麼取一個這麼彈的名字 因為他叫Burger 有沒有推薦的老闆娘 蛋餅還蠻好吃的 你跟大家講你蛋餅很好吃 來這邊可以點蛋餅 那我要雞排蛋餅跟洋蔥,又要化 不用不用,我記憶力很好 好,這麼這麼厲害 那我可以去拍你做菜嗎 拍我做菜? 對啊 我把你把全部都放在一排 看起來比較豐盛 怎麼做做 怎麼做做 你看我這個一份根本就是大胃王等級的 來看這個蛋餅 這麼酥這麼脆有對焦嗎? 有了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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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洋蔥圈味道比較普耶 他自己剛才都說了 很可愛 你們這個 寶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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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寶貝 寶貝 它很不要臉喔 之前早餐店阿 他剛開的時候還做這個集點卡 我有了 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集點卡的貼紙也是他自己的照片 超三八 你大家看到他們集點卡就是長這樣 可是這個地址已經不是現在的地址了 我現在的例子的話是這個 你看為什麼老闆娘要做得出這麼羞恥的事情 真的有客人在極熱點嗎? 有啊! 大家都貼在那個手機背面 然後我就問他們說為什麼不壞飲料 然後他們就說因為我都貼在手機背面 現在吃完啦 我的同學要帶我去捷運站 掰掰 然後跟寶哥說掰掰 寶哥掰掰 久違的機車體驗 欸我很少被除了我爸以外的人在耶 真的 那這次回台灣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就是我要去出版社談 有可能會出書的計畫 但是不一定喔!只是談而已 那我就先進去了 出來再跟大家報告 掰! 嗨大家!我已經從出版社出來了 剛才出版社也順便給了我很多書 讓我回日本可以看 其實就覺得還蠻感恩的 因為我在日本的時候都很想要看中文書 常常講日文就會忘記一些中文的詞啊 尤其是開始拍影片之後 我發現我的口條有越來越差的趨勢 所以趁這個機會剛好拿了很多書 可以回日本看 希望可以慢慢的增加我的拍片機能 那我看完之後再慢慢跟大家做介紹 那現在我要去買 我回日本要帶的一些台灣的零食 走吧! 我現在在我們家附近的大賣場啊 然後我要買這個 登登! 來一顆泡麵 因為聽說日本人超愛吃來一顆 我是聽說啦 這裡有蒸拌麵耶 之前有台灣的網友帶了蒸拌麵給我 我覺得超好吃 可是我忘記我喜歡的是哪個味道 應該是這個吧 這個 香蔥椒嘛 網友也有送我這個牛奶花生 我自己在台灣是超愛吃啊 然後我就 偷偷給文章吃 可是文章好像並不是很喜歡 它真的花生味道太軟了 它不喜歡 看一下其他 還有很多東西 看一下這邊有什麼 這邊也是泡麵區 看一下喔 可是 這裡的泡麵 啊! 花雕雞麵 花雕雞麵一定要買給文章吃吃看 可是它沒有碗裝的 只有這種帶裝的 現在來到零食區 可是 該吃的好像都給文章吃過 像這個鵝仔煎啊 之前文章已經吃過了 多粒多汁 就覺得好像沒什麼特別 啊!花夾子 這個 這個他有沒有吃過這個 這我以前很愛吃耶 這個買一包給文章吃吃看 嗯 其實文章大概都吃過 可能卡迪娜吧 卡迪娜的 茄汁口味 這個 想不到給他買什麼 嗯 那我買我自己想吃的 我還是要買一包給阿 可樂果 最愛吃可樂果 而且啊可樂果啊 一定要吃這種老朋友包裝 這種老朋友包裝才是最古早味 最好吃的 之前文章喜歡吃義美小泡麩啊 我這次也買義美小泡麩回家吃好了 他喜歡吃這個巧克力口味 然後 我有聽說啊 日本人喜歡吃辛貴派 所以我就是也 買一包辛貴派回去給文章吃好 我自己也很喜歡啦 給大家看我的那個車子已經快爆掉了 整個已經爆出來了 那應該就差不多了吧 我就 啊 還有那個 我想買給他吃還有冰芬樂 這個 我現在台灣所以很愛吃冰芬樂 這個也買一條給他好了 唉想買好多東西給他吃喔 真希望文章有機會可以趕快下來台灣玩 嗨 大家好 我現在剛回到家 因為剛才拿太多東西了 所以我一路沒辦法拿相機 邊拍邊回家 那這個就是我在台灣今天一整天的生活啦 那我們 啊 好喘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拜拜